字幕提供 您好 今天我要介紹UPX450手機攝影支架 以及攝影支架與Celestron Outland X10x42雙重望遠鏡的結合 首先我們先將手機鏡頭以及望遠鏡目鏡以吹球清理乾淨 並確認無灰塵 接下來我們將手機攝影支架的手機夾具放鬆至適當寬度 調整完成後我們將手機置入手機夾具 置入時務必注意手機音源鍵以及手機電源鍵是否受到夾具干擾 將手機夾具固定螺絲旋緊 穿緊後我們來調整望遠鏡目鏡夾具與手機鏡頭的相對位置 那我們先將中央的螺絲旋轉放鬆 放鬆後我們將望遠鏡目鏡支架的中心點 調整並對正手機的主鏡頭 對正後我們將螺絲旋緊 那接下來放鬆目鏡夾具環螺絲 並注意不要移動到目鏡夾具以及手機鏡頭的位置 現在我們要將望遠鏡接目鏡夾具 現在我們要將望遠鏡接目鏡夾具 接上望遠鏡 接上望遠鏡 接上後記得拴緊固定螺絲 完成後我們就能將手機鏡頭開啟 開啟鏡頭後就可以在手機的畫面看到望遠鏡的視野 接下來為各位接著介紹 Celetron Outland X 同系列另一款較小扣鏡的望遠鏡 10×25 與同款手機攝影之家的結合 首先我們一樣先使用吹球 將手機鏡頭以及望遠鏡目鏡清潔乾淨 接下來我們取用適當大小的望遠鏡目鏡適配器 裝上我們要安裝手機攝影夾具的目鏡 接下來我們將手機安裝於手機支架之上 調整螺絲至適當鬆緊度 調整完成後我們將手機置入手機甲具 請務必將手機電源鍵以及手機音量鍵避開手機甲具 確實旋景後我們現在要調整望遠鏡目鏡夾具 與手機主鏡頭的相對位置 我們先鬆開中央的調節螺絲 鬆開螺絲後我們將接目鏡夾具的中心點 對正手機的主鏡頭 對準後將調節螺絲旋緊 接下來我們將目鏡夾具放鬆 放鬆後加上望遠鏡 接ных電源鍵夾具螺絲 完成後我們就能將手機鏡頭開啟 開啟鏡頭後就可以在手機的畫面看到望遠鏡的視野